大家好,教育路逐漸成為一條新興的飲食街 一系韓式新派的美食店舖越開越多 我小朋友很喜歡這裏的美食 今天又拉了我過來這裏 他直奔這家手捲店 同時由看上旁邊店舖的日式開放 於是就在這兩間店舖角點了兩個款式 這間就是日式蓋飯的店舖 老人家都過來吃 好,我小朋友點的魚粒蓋飯就拿了上來 有幾種魚粒鋪滿了 在飯面上 還加了一個太陽蛋 色澤嚴厲透誘人 我試了一下,鮮甜味味 看下賣相已經是人有死人了 有鰻魚 又應該是那些 海膽子 還有其他海魚 我都不太懂得分 不過幾種海魚混在一起的話 都是很好吃的 你看看我小朋友 大羹大羹地捲 吃到停不久 就知道有多好吃 這個蓋飯 我現在就等著我的鰻魚飯送過來 看著小朋友吃 我沒得吃 有少少流口水 說笑而已 這條街的飲食店 是吸引了很多年輕人過來搬襯 好了 我的鰻魚飯就送過來了 有兩塊 很大塊的燒焦了 燒香的鰻魚 你看 燒焦了嗎? 很大塊 很焦香 有兩隻凍蝦 這兩隻凍蝦 是做的過程之中 是浸過酒的 所以在蝦頭裡面 和蝦春裡面 是有很濃郁的酒香味 蝦肉的酒香味 沒有那麼濃郁 還有一個太陽蛋 兩塊肥美的三文魚 那裏是配了一些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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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凍蝦吃了進口的話 是那個 齒縫裡面是散發著酒香的 那值得一提的話 他們用的飯是軟糯 香甜 有少少像是糯米的 那樣的米飯 但是我覺得它不是糯米 我不知道是什麼米的品種 在煮的過程中 用了一些什麼的巧妙 使用飯帶著一種香甜的口感 廣東人一般是喜歡吃日本的 日本的飲食文化 是比較適合廣東人 好了 我就等著那兩款手捲拿上來 在旁邊的 很多人排隊 所以等的時間也比較長 這隻就是太陽蛋 半生熟 很好吃 這兩款手捲拿上來 我和我小朋友各要一份 我那份就是三文縣北極貝 手捲的話 最底的那層是一個 應該是炸過的海苔 中間是夾了一些 青瓜絲 或者是其他 蔬菜的絲 上面那層就是三文縣和北極貝 海苔的青脆和青瓜絲的爽脆 再加上三文縣北極貝的肥味鮮甜 三種口感 加在一起 交織著 怎麼叫人家不喜歡呢 所以有很多美食的話 他們的配搭是經過一些很巧妙的設計 而迎合到人的 美國感受 我應該是這樣說的 好了 我們吃完這間餐廳的美食之後 我和我小朋友就去 桂福東去逛街 桂福東也是一條美食街 不過桂福東的話 就是一些傳統的美食比較多 我那個小吃貨的話 有看好這裡的炒酸奶 炒酸奶是用炒冰機 配著新鮮的水果 作為一種配料 快速凝固的造成 有很多種口味 我小朋友就獨愛原味 他買了一個中筒 酸奶中間是一些芒果 我建議這些 不要馬上吃 讓它稍微溶化的時候 吃的時候 有一點軟化的時候 吃的時候才是最好吃的 而剛剛拿出冰櫃的 炒酸奶 口感是比較硬的 要用力咬才可以咬開 讓它稍微溶化的時候 吃的時候 有一點雪糕和雪條的感覺 你再吃到芒果的話 口感才是最佳 好棒 禮拜